中正万华需要专属的立委 因为他们的20年来 蓝的绿的蓝的绿的 大家就是把口号喊一喊 然后四年飘忽的就过去了 想要观点来评观点 欢迎收看伟汉观点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 今天住到我旁边的好 美人姐记啊 记啊 温记啊 这个 伟汉 我一开始出来当 这是我的兄弟 从不同的母亲 这是真的 美人姐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美人姐红英哥 我以前刚出来当 我当评论员的时候 就是新闻哇哇哇 你这个兽人点滴涌泉以报 记啊永远是我的鸡 记啊有事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私交啦 但愚公 我现在是主持人嘛 就谈政论 哎 你突然跳进我的领域 变成立委参选人 来 请美人姐跟我们 这个伟汉观点的 网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啰伟汉观点的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台风天呢 我还是风雨无阻的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是早上录的哦 对对对 因为是伟汉哥 好不容易有机会来 你不可以叫他伟汉哥 我们的伟汉 你不可以 你是我的季啊 其实我们 原来也同事过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飞碟电台 对 而且是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有密集的接触 对不对 1999年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很多物资 我跟美人姐一起开车到台中去送物资 对 然后我就去采访 结果六四天没有回台北 对对 而且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说 呃我们赶快连线的时候 台中的这个 好像是县长吧 他就说台中非常严重 因为那时候讯号都断了 电视看不到 对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我就先 先募集车子 我就说我要募集五台小后车 不要问我干嘛 有这个有车子的人 赶快跟我联络 然后就那时候真的是一虎百年 对啊 一下子就一堆车 对五台车 五台车来了 我就说好 我现在需要物资 小孩没奶粉了 很快 后来我飞碟电台那个 中庭不是很高吗 全部堆满了 你知道我们最后出车的时候 还包含拖板车 大型的拖板车 总共104台车 八娃台 对啊 他知道啊 这个美人姐遇到这个 社会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都是急功好义的 但是美人姐在 呃 我们的这个怎么讲 媒体界啦 在主持界 然后就这么 这么表现这么 有时候这么多年 嗯 你觉得突然啊 因为希望找你选举的 也不是没有 这么多年一直都有 嗯 美人姐私下也都会跟我谈 所以美人姐这次要选立委 我应该比大家都要早迟到一点 好 也跟我说 我说既然一起确定嘛 也跟我确定 好 那既然确定 美人姐为什么会 决定要参选立委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你的内心话好不好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路 那是另外这个领域 政治 嗯 你现在今天想了那么多年 也被劝禁这么多年 今年是真的要选下去 嗯 哦 我想其实 他不会是 突然之间灵光乍现 他很多的念头 是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了 那么到了这个 呃 应该讲去年 应该讲去年 应该讲是去年 嗯 对 我去年就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看到 我们的民主制度 正在被民主选举的方式没收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我所不愿意乐见的 那再来就是说 国会没有人可以监督 因为都是一党过半 而不管哪一个政党 他们在国会上都变成是橡皮图章 没有一些公开理性的一个辩论 非常的少 而且都 论于这个政治的角力 那我觉得这不是大家所乐见的 所以我希望来扮演一个 我心目中理想的立法委员 因为我在这样的政党角力里面 我看不到 除了高金树梅 我每次都一直讲 这个他是我的榜样 对 那所以我希望用无党的身份 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 我要用无党的身份 这个念头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因为只有无党我才是自由的 那自由我才能够这个找寻真相 没有真相也没有自由了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 这个制衡跟监督是民主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 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严肃一对 民主不会是一直进步的 民主也常常会退步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民主 那么民主也不会保护我们 好,可是美人姐 你说无党是自由 这点我完全认同 我也没有任何党派 可是因为我们要选 所以我就不用去拜托说他偷我一票 可是当你已经要选的时候 你面对了其他民进党 国民党民众党 如果有这个候选 等一下细节部分再跟大家谈 你的无党虽然是自由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back off 你就没有后援 你没有党的资源 你没有这个母鸡 你没有这种参选 这个不会相对辛苦吗 支持它是一体两面 支持也代表限制 嗯,没错吧 对,所以党提名你 你要不要还 你还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听党的 听党的 对,73个选区的立委 有些政党颜色非常强烈的 你看他们的脸书 PO出来都是中央工 中央什么 中央厨房 对,中央厨房 党将领怎么写 这怎么写 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想要当 选区的民意代表 他们想当党的 他们想代表那个党 来当民意代表 我觉得这是大家也都 仔细思考一下 就可以明白的事情 我在例子 所以余美人要当中正万华的立委 而不是哪一个党的立委 对不对 那你中正万华 我刚刚其实我们今天来 要录影之前 我们大概谈了快半个小时 美人姐讲到我都 我很惊讶 因为美人姐给我看了这个 我说你中正万华跑得怎么样了 他说中正万华 马上如主只能告诉我 57个里 每一个里的里长 叫什么名字 变化多少 各自的部门 我们就给大家这个稍微保留一下 他之前开出的各个多少票 每一个议员 每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呢他现在目前细节是什么 你全部都有去哦 除了有一个里 他真的不方便见我 因为他的政党色彩非常的强烈 那我也我也不会为难他 你有跟他联络 有 但他说我可能不能支持你 所以你不用拦他 他也 这万华人的人情事故 我是觉得我们都要学习 他也不会直接这样讲 他是说没空 他说没空 那几次之后 我们就赶快去调查这个 了解他的背景 那绝对不为难 所以我就从林长下手 下手 好奇怪 从林长去拜访 林长去拜访 这样子对 所以我也一样 一样在那个里里面呢 也建立了一些 友好的关系 所以57个你已经去了56个哦 哇那你这样很认真在跑呢 是而且我的跑不是去递名片而已 你也知道我常常在做 做访谈节目 我就是坐下来跟他们聊 那一开始这个里长呢 也有点觉得你不是递完名片 就可以走了嘛 然后我怎么还坐下来继续聊 那我很诚恳的 后来有后来就是画夹子一打开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内容 还有他们所清零的生命第一现场的感受 跟我分享 所以刚才韦汉问我说 参选过 参选以来感觉怎么样 我说韦汉不须此行 我看到非常多精彩的人 因为里长呢 是一个城市的这个末梢神经啊 他会 他是要去感受这个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然后传达给这个中枢神经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最强的一个 讯息的一个接收器 我甚至于觉得说 这个他是人间的土地公 就是24小时 我像我们还有下班时间 在中正万华很多里的里长 他是没有下班时间的 他几乎24小时都待命 对 所以我也写 我也写了文学版的 就是说他其实一种是 既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存在 对 你讲的那个 你写的那个面给大家听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感觉万华对 万华去对里长的仰赖 他竟然跟很多小村庄相似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万华很多里都是七八千个人 在美国都是镇长的规格 一个里就七八千个人 是 那么多人 好 那么一个看起来是城市 结构上跟本质上 却像村庄的地方 或许这是因为万华 多老人或单亲或弱势 或低收的人口结构组成有关 这样的组成基本上就是一个 需要比较多协助的地方 也是一个人与人连结 会比较紧密的地方 因为他们相同的处境 彼此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那美人姐你去找了这么多里长 其实我其实我蛮惊讶的 我先讲 因为大家知道我跑政治 就是比较 比较分析数据 上一次学多少票 结果这些事情 美人姐其实有做 我们把一些个资遮瑕给大家看 这是美人姐现在目前的和平 你户籍在的离 对这个和平里呢 我要给大家看是什么 因为这次美人姐的资料不是我的 大家知道说 哎花花一天到晚 你掉什么数据什么 你看他2022年市长 讲话在这边拿1087票 黄山975 陈时中1523 然后之前韩国瑜拿多少 谁拿多少 全部都有 这是美人姐的资料 然后下面 这个你等下你自己讲 拜访之后的美人姐补充 你对这个礼的怎么讲 summer right 你的付出 我看每一个都有 所以你已经跑了56个礼了 加第57个算 没有加到礼长 但也见到礼长 你是玩真的 是的 而且我是非常认真 那这个和平礼的故事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美人姐的身份是在这边 你现在和平礼嘛 这个各自感觉就遮起来 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余美人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再多 多花时间去叙述说我的本名是什么 而且事实上呢 我懂你意思了 我们如果在选举公报上面要用本名 对不对 所以 其实那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之前的余云杰是我的本名 那那个是我这个证件上的名字 而我事实上从初到以来 我一直用的是余美人这个名字 这个是社会赋予我的名字 对 所以这个余美人这个生命 是大家一起共同滋养起来的 我现在就真的名时相符的使用这个名字了 对 你去改名字有没有 有的时候去问一下什么 算命好吃啦 或是怎么样 有吗 因为我是过去疫情期间呢 我读了这个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 所以呢我对神明 我有更更 嗯 更虔诚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 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不会去硬拉一个神明来帮我背书 哦 每天都去问神明 是自己去做 我大神明 我神明叫我做的 但是我有 我有祈求这个 上昌的天地诸神 给我力量 给我智慧 这样子的 现在本名就是余美人 余美人对 然后呢你刚刚讲的和平礼 对 我是不是和平礼 对你在和平礼 我就很高兴搭给和平礼的里长 我们里长名字很好玩 他叫五十分 五十分啊 对啊五十分 五十分里长你好 你好 然后我就说 里长啊 我是玉美人 不是啦 我现在是你的里面 你是我的里长啊 他说 蛤 你盯着我七楼 他说 你哪里 我说七楼 他说 你为什么知道我哪里 他说七楼就知道 为什么 和平礼只有一个七楼吗 韦汉 和平礼 去年还只有两只电梯 今年五只电梯 不 你刚刚不讲和平礼多少人 六千 快七千 六千多个人 六千多个人 他长 就是快七千人 对 只有两个电梯 一讲七楼就知道你住哪里 现在五只电梯了 所以都是比较 比较 怎么样 旧的公寓那种 没有电梯的公寓 对不对 没有电梯 就其实也就是说 我有机会再来跟你讲 有关于都庚啊 长照啊 就这个区域 需要很大的帮忙 对 你想想看 我整个六千多个人的里 只有五只电梯 而且去年只有两只电梯 那一个里长 要连知道你这个里 有几只电梯 都要算得出来 第一个 少到他算得出来 第二个 他仔细到 他都算得出来 所以里长在地方 真的是不容易 我这个区太不容易 你可以知道他有 多么的需要被帮忙 很多人 很多那个没有电梯 所以我用电梯来 来代表说 你能不能在这边养老 因为很多是下不来 对 不方便 而且他房子都非常非常的老旧 对 那中正万华的人口 这个结构比例 是属于比较年长的吗 是 他的中正万华两个区呢 我必须跟韦翰再讲了一下 就是说中正跟万华 他把他放一区 本身就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 他只是为了人数 中正是全台北市房价前三名 万华是后三名 所以这两个选区的选民的 priority是不一样的 OK 他的优先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呢 他为了把用人数做区域的代表 所以整个中正化进来又太大 所以他把中正的靠文山的十个里 又划到文山区 所以中正区其实是拆两块 我的选区比市议员的选区还要小 市议员还有另外的十个里 划到那个文山中正那个 对 那所以呢 中正 中正加万华 我想我就直接简单讲 叫万中选区 他的40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 占百分之73 40岁以上73 所以40岁以下不到30 人口老化 对 人口老化 那怎么样是出生率低 还怎么样 73很高 是啊 40岁以上73 所以就是长辈居多就对了 是 那长辈生活遇到很多问题啊 是 所以在万华的这个NGO组织也特别多 然后万华的这个信仰也很多元 不管任何的宗教 几乎在那边都有设一些NGO的这个组织 所以他其实某种某种程度来讲 他也形成了一种社会安全网 那可是也是因为他这个地方租金便宜 老人住得到房子 所以在万华的独居老人是1600多个人 中正400多个 对 那加起来有2000个呢 对啊 独居老人那就只能自己一个人 但是他的独居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像中正区有些独居老人是因为儿女 儿女都在国外 就是回来的话工作薪水都 但等一下美人姐那像这种 你说中正区有400个吧 400多 那他们是有看护陪着的吗 呃 很多是有看护 对 那这个跟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是有关的 那万华的有看护吗 万华的当然也有一些有看护 对可是大部分的这个独居老人 其实是靠很多的社会救助 社会的支持在帮忙对 那我我刚刚这样讲的话 因为这个有关于啊 长照的部分 我们还有另外一本要讲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已经真的都已经很专业了 你这样跑下去以后懂好多东西 你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那比如说像游民 游民我今天就不敢跟你谈 因为我还没有确定 我可以清楚的表达 我所理解的问题的真正的状况 嗯 我我这样子已经要选举的人 还讲这么直白 我就是告诉你说 懂的就懂 不懂的就先不说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他太复杂了 而且相对复杂了 游民的问题太复杂了 他太复杂了 他会他会他会 他会来来去去 对没有没有 他还是一个都市化的一个这种 高度都市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所产生的很多的问题 我必须讲 我现在都还不敢跟你谈 如果你有机会再给我的话 好 你再多给我25天 我就有能力谈 好 那你这样子 跑了这段期间之后 你现在得到的 嗯 对于中正万华需要什么的 初步的一个轮廓是什么 中正万华到底需要怎么样的立委 中正万华需要 专属的立委 哈哈 因为他们的 20年来 蓝的绿的蓝的绿的 大家就是把口号喊一喊 然后四年飘忽的就过去了 对 之前都连玉方后来变临场所 这样子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呃 因为我是无党籍的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选区的选民说 啊你就是我的东主席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很 是蛮可爱的地方 那你问我说 这个呃 中正的需求跟万华的需求 当然安居乐业是大家的一个需求 可是他又有不同的 比如说在中正区 中正经年堂附近的那几个里 他们就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游锡坤选了六个地址 对要改建立法院 对不对 其中一个就是中正经年堂 所以中正经年堂要拆掉变成立法 盖新的立法院 所以那个周围的这些 这个中正区 这对中正区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万华的话呢 我必须讲 必须要赶快跟国家要土地 为什么 因为万华的 中正万华的国有土地 其实都还蛮多的 所以你看刚刚讲 和平里只有五只电梯 所以他需要一些 防灾的一个改建 我们希望做的是防灾改建 而不是灾后重建 你看灾后重建是要死人的呀 对不对 那我们明明知道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他很困难 就是因为困难 所以才要五党级的余美人 能够进来这个地方 跟着中正万华的人一起来 面对这个事情 第一个我需要国有土地 我需要盖 这个土地需要有四个用处 又叫长造清创还有什么中济 很多人想说中济宅 因为你要知道我刚刚讲了 他们已经是一个生命共同地 所以如果你要拆掉这个区域的话 你不可能把这边的人搬到100公里以外 中济宅才有办法 你有中济宅才能做独更 要不然他们都不可能移出来 所以你这个没有做 你这边喊那些什么容积率什么 那些都还还不积极 为了这个事情 我也请教了这个很多的建筑师 建筑系的老师 大家很多愿意帮忙 所以也会做一个workshop 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时间往后拉 2050年的万华应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刚看到人口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人口结构也放进去 那如果中正万华尤其是万华 他这个困难可以克服 我相信放到全台湾的各个地方 也都可以比照办理 所以他不是只有个选区的一个问题而已 我除了是选区的代表 我也是中央民意代表 所以也要有全国的一个动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这样回答你可以吗 美人姐在主持的时候是专业不在话下 他现在当立委参选人的发现说 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认真 好吧 不然你们想象中的 不是我美人姐要这样说好不好 自己的弟弟 我看的立委参选人这么多 也不是每个都认真 也有就是讲说反正我挂什么党 或是说我不懂了 至少你拜会了每一位里长 不是每一个立委参选人 有的做了议员什么 他有的里长他想说反正还有一个问题 这就是你是无党的关系 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 他看到那是民进党的里长 他可能他就不去拜会了 同样的民进党可能就不拜国民党 这是个问题 这其一 其二到现在为止了 因为今天是8月几号了 今天是8月3号了 国民党还没有推出人选 民众党看起来也没有打算推 所以就你跟吴佩宜两个人在这边 那你会希望就是持续这个方向走到底以后 对你的选期或是对你 能够当中正万华的立委 你动算招都不得很忙 是的 你本人的想法是什么 你会希望国民党也跟民众党一样不要提人吗 应该这样讲 他党的提名政策我没有角色评论 我也一直说这是他的家务事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一直提不出人来一定有他们的这个难处 那这个我就不去做揣测 那我也不是说对方确定是谁我才决定出来参选的 你知道我4月20就决定出来参选 我是这个去最早表明要参选 我是带着这样子的认真的态度 跟这样诚恳的一个态度进来这个选区的 所以我相信选民也都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这样子 对那至于别党要怎么做 我真的没有评论的角色 嗯 这样子 一对一三哈都 反正不管就是努力就对了 他对我都是 他对我都是 呃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勇往直前这样子 对 这个努力就在这里 56个礼 他下面都有美人节评点 这个是地方的57个礼 57个礼 但是美人节你知道吗 中正万怀有很多公庙 有 对不对 那公庙你有去拜会吗 想到公庙呢 那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因为我读了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 所以我对看很多宗教研究所 哎 我 我觉得我会参选跟我念宗教研究所也有关系 啊 不管在上课老师的讨论 还有对很多 呃 跨宗教 因为我们要去你去念了宗教研究所的时候 又更确定要选这个事情 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 呃 世界比较宗教我们通通要读 宗教人类学 呃 宗教政治学 呃 这个通通要读这样 所以在这个开阔的一个领域里面呢 我好像 又去更 贴近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我有能力去贴近这个声音 所以我的正大的老师也非常的鼓励我 然后他鼓励他们鼓励我的一个方式呢 就非常的政治大学非常的学术 我给你看一下我参选宣布参选完了第一个礼拜 我的老师 我是 我是宗教研究所 你说你正大老师知道你要选就拿这个研究 对了啦 那这是民族学系的论文 而且是博士论文好不好 好啊 我们看一下 漫画的角头跟庙会还有镇头的研究 这个论文 这么厚 但他里面就 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地方角头了是不是 地方的庙会你就都懂了是不是 而且据说很多要来万华这个做警察的也都会 要先看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完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完 那中中万华的庙多不多 好来我告诉你 其实你看 这边就是我拜访的人了 因为这边都是很多的宣社 各个庙的成员 所谓的镇头不是只有八加九 包含他们有南馆北馆还有各种古镇 还有那种地方的武龙武师什么的 这些议文团体都有 所以这就是我可以拜访的 刚刚讲的里长是一个基本的 然后公庙 美人姐正好又是宗教研究所 所以呢也会去拜会公庙 今天请美人姐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谈太久 但是我 我有感受到美人姐很认真在选这个中正万华 那因为大家对你的既定印象就是光鲜亮丽的主持人 没想到你会这么认真在选这个立委 那你跑完了这五十七个里之后 其实你对中正万华的认识也一定更深好几层 那离选举还有五个多月 有没有什么话跟中中 因为你也不可能都遇到了 但我希望今天看我们节目的有一些是你们遇到的中正万华的选民 例如什么我也要跟中正万华的选民说 余美人用五党参选余美人是自由的 中正万华的选民你们也是自由的 我们都是自由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美人姐 我下次再找时间再问其他更多的 好 然后还有私底下我有什么建议 我再给你讲 是 我就想当一个小小的手电筒 哪里需要光我就照哪里 OK 好非常谢谢美人姐今天来到我们回汉观点 请大家订阅平观点的YouTube频道 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